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環球看點 今天是美東時間3月27號 星期三 這期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俄國本土接連被炸 烏克蘭火箭彈突襲 北約考慮在邊境攔截俄國導彈 和中共對著幹 美國眾議院又一位抗共領導人上場 遭歐盟調查之後 中企文峰紛紛逃跑 中國人參觀日本美軍基地遭拒絕 引發熱議 丟臉丟到國際上 中共退役武警在飛機上偷錢被抓 在節目開始之前 還是先拜託您點贊 訂閱我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美期的最新消息 來看詳細內容 在恐怖攻擊的恐慌和不安還籠罩著俄羅斯的同時 俄羅斯國防部還在疲於應對來自烏克蘭猛烈的跨境反擊 俄羅斯國防部發布消息說 他們的防空系統識別到 在比爾哥羅德州上空有22枚吸血鬼多管火箭炮來襲 準備對俄國境內的目標實施打擊 據消息說 烏軍在最近幾天 連續對俄羅斯的高價值的軍事目標發動了襲擊 包括陸海空三軍全部參與其中 在一次行動當中 烏軍直接出動了12架戰機 包括幾架轟炸機實施超低空的突襲行動 對俄國的防空系統造成了巨大的壓力 與此同時 烏軍的岸基導彈部隊 也對克里米亞的俄軍目標發射了海王星反艦導彈 從俄方公布的照片來看 他們的指揮中心大樓是遭到了烏軍的導彈襲擊 大樓的頂部出現的黑色痕跡 正是被導彈轟炸之後所留下的 另外 在克里米亞軍港 俄軍的黑海艦隊也成為了烏軍的火把子 在港口停靠的兩艘大型登陸艦被烏軍的導彈鎖定 但是俄軍的電子戰系統成功地干擾了烏軍的巡航導彈 法國總統馬克龍也在軍援方面加大了力度 法國國防部長勒科爾尼在26日宣布 法國將很快向烏克蘭交付78門凱撒車賽榴彈炮系統 並承諾在今年內會供應8萬發的155毫米榴彈炮 以滿足烏克蘭的迫切彈藥需求 他還表示 法國丹麥兩國已經與烏克蘭達成了協議 為這些155毫米的砲彈提供資金 使法國能夠快速地交付 法國今年的目標是生產10萬發的砲彈 其中8萬發是用於援助烏克蘭 只留下2萬發給法國軍隊自用 據一家軍事網路媒體的盤點 法國以及盟友國家總計是向烏克蘭提供了 49門不同底盤配置的凱撒自走炮 今年1月18日 由加拿大、比利時、土耳其、芬蘭等23個國家發起成立了炮兵聯盟 法國當天表示 以法國軍工企業耐克斯特系統公司的能力 可以在2024年為烏克蘭生產多達78門凱撒自走炮 成為了這批火炮承諾援助的起點 俄羅斯近日不斷向烏克蘭發射導彈 一些甚至誤入了北約成員國的領空引發了盟國的憤怒 北約官員表示 盟國正在考慮在俄羅斯導彈接近邊境時進行攔截 波蘭副外長塞伊娜26號透露 北約正在研究如何擊落飛向盟國領土的俄羅斯導彈 他們正在分析各種方案 包括在導彈非常靠近北約邊境時將它擊落 另外 俄羅斯在戰場的前線也不斷傳來噩耗 黑海艦隊連續損失了3艘登陸艦 登陸艦的數量已經從13艘變成2艘 在持續兩年多的襲擊中 俄羅斯黑海艦隊還損失了旗艦莫斯科號導彈巡洋艦 兩艘護衛艦、一艘補給艦、一艘潛艇和多艘巡邏艇 有評論認為 俄羅斯即使是佔有了黑海 沒有能抗打的艦隊 怎麼去和別人對決 有分析說 俄羅斯眼前的形勢就是騎虎難下 唯一的出路就是繼續幹 種種跡象也表明 普大帝很可能會把戰爭的級別升級 這時又傳出來普京與國防部長艘伊古發生了內部爭執 據報導 普京有意在烏克蘭境內建立一個緩衝區 以確保經常遭受炮擊和無人機襲擊的俄羅斯地區的安全 因此有人就提議 俄軍要進行新一輪動員 對此 艘伊古卻大罵愚蠢至極 對軍事動員表示強烈的反對 有軍事專欄分析表示 這與俄羅斯當下的國內局勢有關 俄羅斯還正陷在恐怖攻擊事件舉國的恐慌和不安當中 當局也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內部壓力 任何關於軍事動員的討論 都可能會進一步加劇民眾的不滿和恐慌情緒 俄羅斯高層不得不對當前的敏感形勢保持審慎的態度 俄羅斯國內發生恐怖攻擊 對普京政府也是巨大的考驗 如果沒有有效的應對手段 恐怕會影響它的統治 美國現任的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 已經宣布辭職 美國國會議長約翰遜在25日宣布 任命共和黨聯邦眾議員約翰.勒姆納爾 為新任的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主席 加拉格爾也祝賀表示 穆勒納爾會成為一名令人難以置信的領袖 據報導 穆勒納爾比較偏向對中共採取強硬的立場 他對中共的關注點很大程度上集中在電動汽車上 密歇根州是美國主要的汽車製造商的所在地 而中共利用便宜的電動汽車產品進口 對美國國內製造業造成了衝擊 而他曾提出對應的策略進行牽制 另外 近期備受關注的抖音玻璃法案 穆勒納爾也是法案最初的連署人之一 他在美國眾議院火速通過了這個法案之後表示 不能允許中共向美國的孩子灌輸信息 除此之外 他也是共和黨要求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 審查中國投資 尤其是嚴格審查中共在美國購地買房的共同提案人 來自兩黨的幾名委員會的工作人員透露 他們對穆勒納爾的任命感到樂觀 認為這是兩黨在中國問題上繼續合作的積極信號 一名委員表示 關於美國委員會的發展 穆勒納爾和加拉格爾的想法非常一致 穆勒納爾特別關注與中共的經濟競爭 並支持美國製造業 目前美國兩黨對抗中共已經有了基本的共識 眾議院委員會日前致函聯邦政府9個部門 要求這些行政單位調查中國共產黨系統滲透美國的活動 並檢查相應的措施是否到位 九封信的主要不同點在於把中共與中國分開 把美國與中共的競爭關係定義為一場政治戰爭 並要求各部門採取全社會 全政府的方式 堵住中共對美國社會 經濟界 華人圈的系統滲透 臺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宋國成對大紀元表示 美國國會以全面的 無縫圍堵的方式 發信給美國政府的部門 告訴他們如何去防範中共 接下來如果有具體的事實和證據 相信美國政府一定會根據調查結果 對中共進行進一步的制裁 時事評論員藍述對大紀元表示 美國國會直接給聯邦政府寫信 影響是相當大的 因為美國國會代表著民意 這封信實際上起到了一種敲打的作用 直接告訴聯邦政府各個部門 要把中共當成是一個敵人 而不是簡單的一個競爭者來對待 歐盟委員會對中國產電動車的圍堵已經展開 中國企業在聽到風聲後紛紛逃跑 有的企業在遭到了歐盟的調查之後 悄悄地撤掉了項目投標 歐盟委員會在26日表示 歐盟上個月對中國的中車公司 啟動了補貼嫌疑調查 隨後這家公司就撤銷了 對保加利亞的項目投標 害怕歐盟對它進行深入的調查 歐盟2月16日已經宣布開始調查 歐盟內部市場專員布雷頓當時說 中車青島四方機車公司 被認為依靠政府的補貼 提交了一份不適當優勢的報價 試圖贏得保加利亞電動列車的招標 布雷頓說 短短幾個星期內 我們根據外國補貼條例進行的首次調查 就已經取得了成果 他說 歐洲單一市場對真正有競爭力 並公平競爭的公司依然開放 但歐盟將採取必要的措施 維護歐洲的經濟安全和競爭力 保加利亞的招標是購買20輛電動列車 以及未來15年的維護 總價值大約是6.1億歐元 中車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車製造商之一 與世界的110多個國家和地區都有簽約 包括美國城市、印度和拉美地區 根據歐盟外國補貼條例的規定 如果公司參加歐盟超過2.5億歐元的公共採購招標 又在過去的三年中獲得至少400萬歐元的海外資助 就必須通知歐盟委員會 而中車公司很可能是違反了這個規定 歐盟最近加緊審查可能接受國家補貼 以獲取競爭優勢的中國公司 歐盟在1月份還公布了政策 防止敏感科技和基礎設施 落入中共等經濟對手的手中 在中國國內掀起反日浪潮的同時 卻有不少的中國人跑到日本 有的人是不僅去旅遊觀光 還有到日本定居的 這些人不僅對旅遊景點感興趣 對一些敏感的地方更感興趣 3月23號是橫頸賀美軍基地的開放日 有許多的遊客和民眾都會前去觀光 其中一名居住在日本 但手持中國護照的中國人卻被拒絕入場 這名中國人就惱羞成怒 在社群平臺上發文大罵 掀起了網絡的熱議 據報導 這名居住在日本的中國人 報名了橫須賀美軍基地的開放日活動 還帶著自己三名擁有日本國籍的兒女一起前往 沒想到他拿出中國護照時 被工作人員領到了一邊 告訴他 中國護照的人不能入場 他說 唯獨他自己被拒絕入場 而他擁有日本國籍的兒女都可以入場 原因就是他拿的是中共發的中國護照 他心有不甘地表示 申請信中也沒有限制特定國籍不能入場啊 工作人員明確地回應說 是這裡的美國人說不行的 即使他用英文向美方爭論 質問自己無法進場的原因 就只是因為自己是中國人嗎 而對方也直接了當地回覆說 是的 這名中國人還形容說 美方的回答既直接又爽快 在事後呢 這名中國人在社群平臺上就開始發飆 痛罵美國 這是根本看不得中國好 咬定美國人 肯定是嫉妒我們 才拒絕中國人的 沒想到他的這個言論 卻連中國人都不買帳 有網友紛紛的留言說 見不得中國好 那你在日本幹啥 網臉上貼金總得有個限度 中美關係本來就緊張 這種事情不足為奇 而早在上個月的新加坡的航空展上 就已經發生了德方拒絕中國遊客 參觀德軍運輸機的先例 德軍人員更是出面制止拍攝 之前也曾有報導說 兩名華人去悉尼的高檔商店買東西 司機在車上就問他們 你們是不是去拍照 要回去仿造 賣假貨 另外還有評論說 中共見不得人的小流氓行徑 早已經丟盡了中國人的臉 為各國所不馳 低下的手段 自然會讓西方社會產生警覺和反制 日前兩名中國籍的男子 搭乘臺灣中華航空的班機 在從香港飛往桃園的飛機上涉嫌盜竊 在落地之後是遭到了航警的拘押 目前臺灣桃園地檢署 已經把兩人依照盜竊罪進行了起訴 臺灣航空警察局刑警大隊科技犯罪偵察隊長 陳敏宗介紹表示 航警局在今年的1月份 接獲新加坡籍旅客的報案 說在搭乘飛機來臺灣旅遊時 在飛機上發現自己包裡面的現金 被換成了一碟口罩 損失新臺幣6萬元 約合1952美元 沒有了錢之後行程也無法繼續 只能掃興地回去了 陳敏宗表示 航警局在深入調查之後 鎖定了中國籍男子韓偉有重大的嫌疑 之後立即就成立了專案小組 報告給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偵辦 航警局透露說 其中的一名男子韓偉是中共的退役武警 另外與他有關的 還有多起類似的案件也在調查當中 臺方將繼續的調查幕後 是否有涉嫌盜竊集團的操控指導 專案小組調查之後發現 韓偉習慣性的截夥行竊 手法是由同伙接應 轉移偷竊的財物 所以即使事情敗露被逮捕 也無法人贓俱貨 臺灣方面經過一個月左右的跟姦和蒐正 在2月份進行了跨境部署行動 在班機降落在臺灣之後 一舉逮捕了持續涉案的韓偉 和他的同伙蕭蕾蕾 陳面宗表示 兩名嫌犯被抓之後 警方發現了他們偷竊到的臟物 其中包括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印度 菲律賓 泰國 馬來西亞 香港 加拿大等幾十個國家的貨幣 在詢問時 蕭蕾蕾承認自己花了人民幣大約3萬元 向中國四川省 綽號是凸字的人學習了偷竊 陳面宗還表示 嫌犯招供說 從去年10月份起 在亞洲各國的飛機上刑竊 但都只是偷少量的現金 沒想到遭到了臺灣警方的鎖定 陳面宗表示 目前仍有多起飛機上刑竊案件 仍在調查當中 發現這些盜賊大多數是個人作案 在飛機上相遇的時候 還會從手法上觀察彼此 是否是出自相同的派系 除了交換情報 也會進一步的彼此合作 提高刑竊的成功機率 同時規避調查 他還指出 韓偉和肖磊磊涉嫌違反刑法加盜竊罪 證據確鑿 近期已經由桃園地方檢察署提起了公訴 但是由於這些竊賊 多數是來自於中國的某地區 所以航警局將繼續追查 他們的幕後是否有空中盜竊集團 這期的環球看點就到這裡了 歡迎就今天的新聞話題 在視頻的下方留言 和我們分享您的觀點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贊 訂閱和轉發 也可以使用特別感謝功能來支持我們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下次節目再見 感謝您的支持